小朋友们,祝日平安! 过去一个星期,小朋友都已经回到学校上课了 你们一定很高兴吧? 江老师也很高兴,又能和小朋友在线上见面 今天,我们还要欢迎林老师、小静和我们一起上祝日学 小朋友们,好 你们好 好,线上课 线上祝日学要开始了 请小朋友预备好你的心,来敬拜主耶稣 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祷告的时候,小朋友要做什么? 合上眼睛,还要合上双手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看顾我们 现在,我们要用诗歌赞美你 要学习背诵经句,还要听圣经故事 祈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专心学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上帝爱我们,感谢上帝爱我们,创造美丽的世界给我们祝,所以小朋友都要开口赞美祖,我们一起唱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天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天父爸爸你爱我,我要天天赞美你 大声恍惚感谢你,天天来爱你 耶稣是我好朋友 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赞美你 困难来了,不害怕,天天来爱你 罗威利 kick Felipe Felipe 罗琴 水后 合作 曝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杀美的孩子,最喜乐 曝奋 Chop 打赞美你 上面 你爱我 我要天天赞美你 大声欢呼感谢你 天天来爱你 耶稣是我好朋友 我要天天赞美你 困难来了不害怕 天天来爱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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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赞美的孩子 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 最喜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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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孩子 最喜乐 啦啦啦啦啦啦 赞美的孩子 最喜乐 圣经教导我们 不可空手见上帝 所以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在线上举行奉献 怎么样奉献呢? 请小朋友预备一个储蓄罐 就是pikibang 或者小罐子 纸杯也行 每次奉献时 就把你要奉献的钱放进去 等到我们可以回去教会的时候 你就把奉献交给你的主日学老师 献给上帝 因为今天是第一次举行奉献 小朋友还没预备好小罐子 不要紧 你等主日学结束后 才去拿一个小罐子 然后把今天的奉献放进去就可以了 主耶稣会很高兴你送给他的礼物 收奉献的同时 我们一起唱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 小小双脚走天路 小小耳朵爱听竹花 小小嘴巴赞美住 都为耶稣 都为耶稣 我要天天跟同处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以为耶稣先爱我 小小眼睛爱看圣经 小小双膝敬拜祝 小小头脑学习竹花 小小心灵心靠住 都为耶稣 都为耶稣 我要天天跟同处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以为耶稣先爱我 都为耶稣 都为耶稣 我要天天跟同处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以为耶稣先爱我 现在我们就请小静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吃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奉献一点点金钱 作为主为学的需要 求你喜欢我们的奉献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江老师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 现在就要讲给小朋友们听 有一位爱主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 结果他被捉 关进监狱里 在监狱里 监狱长警告他 不准向人传讲耶稣 否则将会判他死刑 但是 这位宣教士还是勇敢的向人传讲 耶稣为世人钉十字架的福音 监狱长知道后非常生气 有一天 他凶恶的把一张纸和一把剪刀丢给宣教士 对他大声说 如果你能直线的一刀剪出一个十字架 我就放了你 要不然的话 就把你枪毙 如果你的耶稣是真神 他一定能帮你的 小朋友 十字架一共有八个指角 怎么可能一刀剪出一个十字架呢 宣教士知道自己不能 但是 他相信上帝凡事都能 于是 他跪下祷告 全能的上帝啊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求你赐下奇迹 让他们知道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 独一的真神 祷告后 宣教士就感觉有一双奇妙的手 握着他的双手 把那张纸折了又折 最后 他在纸上直直剪了一刀 哈利路亚 一个十字架出现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将剪下来的十字架 和其他的碎纸 竟然可以排出永生两个字 如果没有十字架呢 却只能排出死亡两个字 监狱上和其他的人看的都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大声呼喊 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 结果 他们都信了耶稣 宣教士也被释放了 听了宣教士的故事 小朋友觉得 创造天地的上帝 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全能的神 在他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19章26节 耶稣告诉我们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真的吗 也许小朋友这时心里正想着 耶稣能让我爱那个讨厌的哥哥 不可能 还是看到老师给的功课 让我不发脾气 不可能 还有 老师在课堂上讲课 我都听不懂 耶稣能帮助我专心听课吗 不可能 是的 小朋友 江老师知道 江老师知道这些都是你不能做到的 准备 准备 耶稣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19章26节 现在 请小朋友盖住你的右眼 只用左眼看着经句 念多一遍 准备 耶稣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19章26节 好 刚才是盖住右眼 现在呢 请你盖住左眼 只用右眼看着经句 念第三遍 准备 耶稣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19章26节 为什么我们不能的时候 上帝能呢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在圣经中 上帝说 我是全能的神 小朋友是否知道 上帝是对谁说这句话呢 要波拉罕 要波拉罕99岁时 上帝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要听从我 是的 要波拉罕完全相信上帝所讲的话 这就是他对上帝的信心 当要波拉罕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就在他身上行了奇迹 这是要波拉罕的太太 叫萨拉 小朋友看见 他们满头白发 就知道 他们已经是 老公公老婆婆了 那时 萨拉已经是89岁的老婆婆 他还没有给 要波拉罕生一个儿子 一个大热天 要波拉罕坐在家的门口乘凉 小朋友看见 亚波拉罕的家吗 他不是住在 像我们今天的房子 而是住在帐篷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人 主要是靠养牛 养羊过生活 为了让牛羊 有草食 有水喝 他们就常常要从一个地方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帐篷容易拆 也容易搭 是最方便 最好的房子 当亚波拉罕在乘凉的时候 他抬头 看见不远的地方 站着三个人 在亚波拉罕的时代 还没有酒店 所以那时候的人 都很乐意招待 从远方来的客人 亚波拉罕一看见三位客人 立刻起身 上前去迎接他们 圣经说 这三个人中 有一位是上帝 亚波拉罕跪在地上 说 请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我去拿水来 给你们洗脚 然后 再去准备些食物 你们吃了 补充体力后 才继续上路 三位客人听了 都很高兴 也接受了 亚波拉罕的招待 于是 亚波拉罕急忙 跑进帐篷 去找沙拉 要他烤一些新鲜的饼 然后 他又选了一头 又嫩又肥的小牛 交给仆人 要他们赶快准备食物 给客人吃 过后 亚波拉罕回到客人那里 亲自给他们倒水 与他们谈话 食物预备好了 亚波拉罕也热情地招待他们 三位客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这时候 他们问亚波拉罕 你的太太沙拉在哪里 亚波拉罕回答 哦 她在帐篷里 三个人中的一位说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还要回来 那时 你的太太沙拉 要生一个儿子 沙拉要生一个儿子 可能吗 小朋友 你认为这对老公公 老婆婆 他们可能生孩子吗 如果你说可能 请竖起你的大拇指 不能的话 就把大拇指向下 你想不想知道 江老师的看法呢 我的大拇指是向下的 你呢 应该也是向下吧 为什么 因为老公公公老婆婆 他不相信上帝 他不相信上帝的话 也不相信上帝能让一个老婆婆生孩子 小朋友 你呢 上帝说 他是全能的神 在他凡事都能 你相信上帝能帮助你吗 好像帮助你喜欢读书 不可能 哥哥弄坏你的小提琴 上帝能帮助你原谅哥哥 不可能 上帝能帮助你 不会迷手机 玩个不停 不可能 要做到这些事 对你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对吗 沙拉偷笑 因为他也觉得自己要生一个孩子 是不可能的事 在那时刻 刚才讲话的客人 就告诉亚伯拉罕 沙拉在偷笑 还说自己老了 不能生孩子 难道上帝有做不到的事吗 明年这个时候 我会回来 沙拉要生一个儿子 哇 那位客人 不但知道沙拉在偷笑 还知道他心里所想的 他是谁 是的 他就是上帝 上帝再一次的告诉亚伯拉罕 他要得到一个儿子 上帝不但告诉亚伯拉罕 孩子要在一年后出生 还清楚说出 沙拉是生儿子 不是生女儿 沙拉听见了 害怕的说 我没有笑 但是 上帝肯定的对沙拉说 有 你笑了 小朋友 上帝不但是全能的神 他也是全知的神 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他知道你害怕同学笑你 所以在学校吃东西时 你不敢祷告 上帝也知道 你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 要你每天做灵修 就是读经祷告 是不可能的事 还有 江老师告诉你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也知道你心里不相信 今天 除非你相信耶稣说的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你才能经历上帝的大能 他要在你身上行奇迹 沙拉知道 上帝是全知的神之后 他才相信上帝讲的话 小朋友 你相信一年后 沙拉会生一个儿子吗 是的 一年后 沙拉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他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在他身上行了奇迹 什么奇迹呢 一个九十岁的老婆婆 还能生孩子 这时候 沙拉还会偷偷笑吗 不会了 他咧嘴大笑 完全相信 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 为了提醒 要波拉罕和沙拉 上帝可以把人的不相信 变成充满喜乐的信心 上帝给他们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就是笑的意思 小朋友 在人不能的是 在神呢 都能 是的 在上帝 没有一件事 是不可能的 两千年后 天使用这句话 宣告以撒的后代 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什么耶稣 要来到世上做人呢 就是要代替你和我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只要你选择相信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要拯救你和我 上帝就会赐给你 一个新的生命 那就是永生 今天 你可以祷告 告诉耶稣 你愿意相信 他就是救主 请他住在你的心里 当你相信耶稣后 你还要相信 上帝讲的话 就像撒拉 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他也完全相信 上帝的话 但是 今天上帝 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对你说话 那 你要从哪里 听到他的话呢 对了 圣经 圣经就是上帝的话 只要你每天 好好读圣经 就可以听到 上帝对你讲的话 但是 要从哪里 开始读圣经呢 365天读经 是真理文字中心 为你预备的读经表 可以帮助你有计划的读圣经 你可以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真理中心的网站 点击儿童事工 然后选择365天读经 如果你坚持每天读一小段经文 江老师相信一年后 你就可以听到更多上帝要对你讲的话 同时 你也要经历上帝的大能 在你身上行的奇迹 小朋友 从今天开始 天天读圣经吧 愿上帝赐福你 最后 江老师要问几道问题 让小朋友们复习所听的故事 请大家准备好 好 请听清楚问题 一 亚伯拉罕招待几位客人 二 亚伯拉罕几岁 才从撒拉得到一个儿子 三 撒拉为什么偷笑 四 什么是你目前不可能做到的事 五 请背诵马太福音 十九章二十六节 小朋友 你可以把答案告诉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主日学老师 如果你答对问题 主日学老师会奖励你专心听课 送你一份小礼物 如果你还不是主日学学生 你可以把答案告诉江老师 手机号码是96379251 我再重复一次 96379251 小朋友可以通过打电话 WhatsApp 或者把录音发给江老师 如果你答对问题 江老师也会送你一份小礼物 江老师希望小朋友都努力回答问题 加油哦 有一位神 名叫耶和华 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全能 慈爱的神 小朋友 让我们开口 一起来赞美这一位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又全能穿造欲旧瓦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生下灵魂 有一位神 有全病胜派一切罪恶 也有慈悲体调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为一的神 名叫耶和华 有全位荣光 有恩典思爱 有恩典思爱 有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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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全能成造欲旧瓦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荣耀的宝座 却死在世家万旧人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为一的神 名叫耶和华 有全能荣光 有全能荣光 有恩典思爱 有恩典思爱 世气在剑在拥在地上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一位神 为你生 海昏对福 命叫耶和华 有全能荣光 有全能荣光 有恩典思爱 有恩典思爱 世气在剑在拥在地上 有一位神 有全能荣光 有恩典思爱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深 有成为荣光 有恩典慈爱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深 现在我们请林老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上帝 没有一件事是你做不到的 求你帮助我们天天读圣经 听你的话 做你喜欢的事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刚才小朋友听了宣教师一刀剪出十字架 一定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如果你也想试试看 就请爸爸妈妈帮忙 点击一本视频下面的链接 下载视频 然后观看如何一刀剪出十字架 并排出不同的字样 好 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一起来敬拜 就在这里结束 下个星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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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